开进去了 就在这下面提凉 看这两台车是怎么装车运凉的 这种运凉车很小巧 它的自重只有150吨 运凉车在做维护保养 提凉机正在提凉 开出来了 香凉调都挺高 非常的壮观 落凉了 凉放下来就上自成座 师傅们都准备好了 要用到插车 那边的自成座上好了 上这一遍 有点远 不得看得清 运凉车到车了 它是在摆位置 自成座上好 就开始装凉了 打紧罗算 运凉车还要摆一加位置 又开进去了 提凉机也发动了 凉还要提一点点上去 运凉车开进去了 师傅看着的运凉车停车了 开始装车了 装到车上了 师傅开始拆罗帽和电板了 罗帽和电板很重的 拆它要小心一点 把电板和罗帽都吊起来 调帽开始升上去了 提罗帽和电板 这个速度挺快 似乎到前面的驾驶室了 运凉车准备开出来 调帽已经升了很高了 运凉车也开走了 前车和后车要配合好 慢慢的过来了 这瓶箱两非常重的 将近800吨 刚开始运凉车走的很慢 这种运凉车 分为前车后车 它不是一体的 它的承重可厉害了 隔禁载重1000吨 非常的厉害 它要停车 我还要走 前车的长度18.9米 后车的长度20.6米 后车要长一些 它停下了 停车了 中午了 估计师傅们要吃晚饭 再走了 运凉车要从这里上前 是这个位置 水泥灌车和第二车等着它过 运凉车开过来了 那里是上坡 还是一个转弯 算是急弯了 就像是一艘小的航母 箱梁的上面很宽 12.6米 这是前车 后车还在后面 看到后车了 它的轮子非常的多 密密麻麻的 非常高达 这是他的发动机 5.76米宽 后面还有一位师傅 这是后面的发动机 后车 车的总长可能有40多米 看他转弯上桥 前面就是铁路桥 前面一点 又开始转弯了 其实他的速度不慢 毕竟装的这么重 运量车有80个轮胎 上铁路线上了 运量车开始上桥了 铁路桥 两位师傅配合得挺好 运量车走的这一段是高铁的路径 特大桥还在前面 我站的这一框桥很短 只有三框梁 这个视频就在这里 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